现在我们陈建国台北采访不到 提到台湾小吃 挂包绝对是榜上有名 获选为2017年 亚洲最佳女主厨的 32岁香港厨师邹思维 来台快闪三天 她就用台式的挂包 还有花生卷冰淇淋 做出了一个创意挂包汉堡 还用紫薯冰淇淋 融入花生的香菜 吸引民众来尝鲜 外皮烤的金黄酥脆的馒头 夹上整块紫薯冰淇淋 天咸交错口感 迸出创意新口味 另款中西隔壁的包 以台式卤肉范围发想 加进卤肉松露 腌制黄萝卜丝 又成花包汉堡 我去了那个街头小吃 是那个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是一个 那个好像那个 那个卷饼 它们里面有 那个Taro的冰淇淋 跟那个发生糖 利用台式小吃 花生卷冰淇淋为发想 将台式挂包 融入西式汉堡后的美味 花生香菜 挤上点焦糖酱 一口吃进嘴里 甜滋滋冰淇淋 瞬间融化 中间的那个 花生粉跟那个 咸焦糖酱搭配冰淇淋 整个吃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完全不会太甜 猪肉非常嫩 然后搭配它有两种酱汁 一种是比较偏西式口味的海鲜酱 另外一个是比较中式的芝麻酱 我觉得这样混搭起来的口味 还蛮有中西合并的感觉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 炖煮12个小时 加上酸黄瓜 猪南包也是另一道招牌菜 带来全新吃法的幕后推手 是今年32岁的香港女主厨周思维 帅气短发挑染金色 外形就相当有个性 做起菜来 利落快速 不断研发的创新思维 更让她获得2017年 亚洲最佳女主厨头鞋 包子是原本就是台湾的 因为是原厂是那个刮包 还是我们不是做那个刮包 我们是用那个概念去改了 去做的那个 好像中国台湾的那个中式的漢堡 所以里面很多东西都好的中式的味道 用了差不多六个月的时间 跟我玩了 在外国玩了十年的时间 出来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女主厨 在国际美食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除了周思维 2014年获得亚洲最佳女主厨 殊荣的陈兰书 顶着台大卫文系学历 以法式料理文明 以及世界最年轻甜点冠军 童秀莹 2012年参加第35届世界厨师年会 夺得金牌 一个个女主厨展露头脚 不仅跌破外界眼镜 更颠覆传统对主厨既定性别的印象 记者欧俊杰 齐瑞珍台北采访报道 而台湾彩虹出现的时间 创下了世界纪录 30号一早 文化大学上空出现了